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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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當中傳講他的題目是 絕不釋奉你的神 您能平安 平安 我們知道巴比倫帝國 它是興起公元前625年 它是王宇公元前的539年 在聖地的歷史當中 被稱為是最大的最強大的帝國 而這個巴比倫帝國的軍王尼布加尼撒 他是以軍事 政治 建筑天才 與一生的強人的領袖 他在以前的605年 在他父親去世之後 尼布加尼撒 從外面征戰回來 趕軍的巴比倫能接續他的父親作為王位 他憑著自己軍事的才能以及自己的雄才大略 毀滅了亞蘇帝國 埃及帝國 所以他們的背景我們可以在一章章中去了解 這個故事的敘事 是尼布加尼撒王在杜拉的平原 立了一個金像 邀請他帝國的官員 對這個金像俯伏敬拜 凡夫敬拜者 比立神正在烈火的窑中 而但里的這三個朋友 沙特拉 以撒亞伯林哥 在這個時候他們天天要往帝國的槍口上撞 他們說我們絕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也不侍奉你的神 相信各位弟兄姐妹跟這三位信心英雄的壯舉的故事 都不陌生 都很熟悉 但是我要為大家請問 是什麽力量支撐著這三個貝勒的猶太人 他們竟然以渺小的微小的身軀 來對抗整個帝國的力量 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常常告訴我們說 我們中國人我們在舊社會 我們被洋人欺負 那個時候我們貧窮落後 洋人說什麽 我們都在點頭哈要說 Yes OK 洋人還經常玩我們的小電子 但是現在我們新中國成立了 我們翻身了 咱有錢了 有錢就是王道 在當家做主了 咱搶大了 咱可以說不 所以這個帝國主義我們可以有勇氣說不得全力了 我們有三個自信 但是這三個年輕人他們都是王國農 他們都在人間屋簷下過日子的人 那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勇氣從哪裡來 所以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看看尼姆加尼撒王他為何要製造金像 要人頂比膜拜 其實縱觀世界歷史 幾乎所有的帝國 所有帝國的開國的元首 他都會在他的國家的廣場上 處理一個金像 或者是讓他的百姓 掛在自己家的廳堂當中 供奉在家中頂比膜拜 帝王的像就代表著帝王的統治權 懸掛帝王之像的地方 就是他全民統管的地方 比如說在我們城州的天府廣場 那裡有個像 代表這裡是他統治權 但是他的像就不能立在美國的自由廣場 所以尼姆加尼撒王在杜拉平原設立金像 與他在代理出的第二章的夢有密切的關係 你可以回顧一下在代理出的第二章 當他做了一個夢之後 然後代理來為他解夢 代理說王啊 你看見一個大象 這象甚高 極其妄妖 站在你面前 甚是可怕 說這象的頭是晶晶的 寶貝和 這個胸膛和寶貝是贏的 肚腹和腰是同的 鐵 腿是鐵的 腳是半鐵半鈴的 所以你觀看 像一塊肥人手 造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半鐵半鈴的腳上 八腳砸碎 於是 金 銀 銅 鐵 銀 都一同砸得很碎 成如夏天的 河場上的康子 被風吹散 無處可循 說這象 這打碎這象的石頭 要變成一座大山 充滿天下 然後 在兩章的 四十四四五節 你跟他解釋說 說當那獵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 被另立一國 永不敗壞 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 滅絕那一切的國 說這國 必存到永遠 看到沒有 但你告訴他說 將來 這一塊大石頭 就是上帝要在天上 天上的上帝 要另立一國 這國永不敗壞 要打碎一切的烈國 言下之一就是 你德國 有一天要被打碎 所以 當民不將一殺亡 他做了這個夢之後 他在思想 他不願意只做金頭 他要做從頭到腳 都有金像的帝王 他不願意 他也不願意承認 自己的帝國會滅亡 他不願意承認 因為巴比倫帝國 會從人類的歷史上消失 他要把巴比倫帝國定格在永恒 他要對抗上帝的國中 他要對抗天上的神 並立一國永不敗壞的語言 代理明明說道 你觀看 見了一塊非人獸 造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半鐵半裂的腳上 八腳砸碎 但是他不相信 但理明明說道 打碎這項的時候 變成一座大山 充滿天下 他不服 但理說道 當獵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 比另一國永不敗壞 也不貴於別國 別國的人 但他要掠奪這個國 我們看到這一個 不可以服輸的世界霸主 他要建立一個永不衰敗的帝國 他心中想 那個夢中的金像 之所以被一塊石頭打倒 因為它是半鐵半裂 那是夢裡的事情 我堂堂的帝王 什麼都是我這個帝國 將別的帝國打得粉碎 我曾經擊敗了亞蘇帝國 我曾經擊敗了埃及帝國 我曾經留著有大人 我曾經珍負了整個的世界 我巴比倫 帝國是戰無不勝的 我尼姆加伊撒王是戰無不勝的 只有巴比倫帝國要充滿天下 我要讓我的權力充滿天下 我要永遠做這世界的霸主 其實想要自己的帝國 外國長存 是所有帝國的共同之處 都不相信自己的帝國會滅亡 所有的暴君都不滿足 只做自己國度的軍王 他們都要扮演著這世界的主人 都要做偉大的領袖 說穿著就是要做上帝 尼姆加伊撒王 他不滿足於只做金像 他想要做一個全新的金像 他希望他的帝國永遠長存 在戴伊地書的三章第一節說 尼姆加伊撒造了一個金像 高六十軸寬六軸 立在巴比倫杜拉的平原 所以這座金像 相當於一座九層樓高的金像 處理在杜拉的平原 這像代表什麼 各位弟兄姐妹 這像代表著偉大的尼姆加伊撒王 這像代表著巴比倫的諸神 所以像這個像下半 就像尼姆加伊撒王臣服 不像這個像下半 就是在挑戰尼姆加伊撒王的權威 挑戰他的王權 所以這尊雕像 絕不知 都是金的 全神都是杜金的 這才是尼姆加伊撒王所叫的 全神的金像 才是尼姆加伊撒王的夢 半鐵半鈴的像不是他的夢 雖然曾經上帝顯現給他的夢 但是才把他的夢要打碎 要重建 全神的金像 這是他的帝國夢 是五位大比八比倫夢 戴伊撒王 戴伊撒王 曾經告訴他說 將來有一塊 非人種造出來石頭 打在這半天半年的腳上 八腳砸碎 於是金銀、銅鐵、銀 都要一通砸在粉碎 成功下一個 和尚的湯匪 被封村山 無路可遂 要被一塊 非人種造出來石頭取代 尼姆加伊撒王 最為偉大的軍官 他豈能坐舍帝國穷富 他也不管了 所以他要挑戰天上的萬神之神 他早已忘記自己在正義章 稱頌彈以神的話 他說彈以你的神是萬神之神 彈以你的神是佛神是真神 他力量自己下 全部是金的 絕對沒有泥巴的腳 非人種造出來石頭 可以打碎半鐵半鈴的腳 但絕對不能打碎那個純錦的腳 有意思的是 各位弟兄姐妹 有意思的是 王將這項地在巴比倫省 這是建造巴比塔的地方 在羅亞崩潰之後 在很久以前 人們就試圖要建造自己的國 要傳扬自己的名 不要自己的國家解體 不要自己的國民分散在地上 現在同樣的傲慢 也驅使彌補江伊撒王 要傳扬自己的名 同樣的動機也驅使到他 不要自己的國家解體 尼氏家族的江山要萬代長存 他要借到金像統一信仰統一思想 在三章的比日節說 尼古江伊撒王 人民代表都來了 他們都站在尼古江伊撒王 所立的金像面前 行開光之力 各位弟兄姐妹 這些人是從各省來的 他們是巴比倫人民的代表大會 他們是代表巴比倫各族的人民 所以尼古江伊撒王要在這一個開光大理上 他要開一個團結的大會 他要開一個成功的大會 也是要向各省的大員 向偉大的巴比倫王表忠心的時刻 並且他以武力來威脅 在三章的四到六節 他說 那是傳令的大聖古教授 各方各國各族的人 有令傳給你們 你們一聽見各樣樂器的聲音 就當復復敬敗 尼古江伊撒王所立的金像 凡復復敬敗的 比歷史扔在烈火的謠尊 各樣樂器的聲音 就是伯歌 就是巴比倫的伯歌 當你們聽到巴比倫伯歌的時候 都要敬敗 若不敬敗 就用火謠伺候 各位義兄姐妹 這是以刀劍的力量 強迫人的心 這是這世界的手段 槍桿子不但可以租政權 槍桿子還可以出宗教 因為他不但要摟略人的身體 他還要摟略人的靈魂 這項 我再說這項代表著什麼 這項代表著巴比倫王 尼古江伊撒王和他的諸神 敬敗這項 就是敬敗巴比倫王與他的諸神 向這個向下敗 就是向尼古江伊撒王臣服 不下敗 就是挑戰尼古江伊撒王的權威 拒絕的人 會歷時扔在烈火的謠中 各式的官員 他們都知道 巴比倫王的這個命令 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在歷史上 就曾經遇過火星 在古代 火星是常見的 如果不順服軍王 就會扔在烈火的謠中 並且官員們可以看到 那火謠中熊熊燃燒的火苗 所以對這些官員來說 火謠不但是他們的身體化為灰燼 這個火謠會推滅他們的靈魂 我們看他們的動作是多麼的機械 這裡說到 當各方各國各族的人 一聽見腳聲 笛聲 琵琶 琴瑟 各樣樂器的聲音 都呼呼敬拜 巴比倫王 尼古江伊撒王 所立的景象 他們的動作是極竭的 你說他們到底是出於真誠 還是出於恐懼呢 在朝鮮的牡丹夜團 他們之前唱的一首詩歌說 沒有你 我們怎麼活 但最近又隆重推出 你是我親爹 不知道是出於虔誠 還是出於恐懼 是真恐懼假虔誠 還是真虔誠假虔誠 我們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樣 只要金正恩高興就好 我們看到千萬官員 如同一人對金像敬拜 他聽到各省的官員其聲高喊 願尼古江伊撒王萬歲 萬萬歲 願巴比倫帝國永遠長存 他的心中充滿了快感 他渴望世界就定格在這 他也彷彿 他也彷彿 寄入了永恆 就像毛澤東 萬歲萬萬歲的時候 他的心裡滿足了 他說 啊 任務完整了 他可以通過宣傳部 告告全國 我們又開了一次成功的大會 團結的大會 各位弟兄姐妹 這是王人生的顛峰 王可以滿意 他很快樂 但是 他的快樂是短暫的 在三章八節說 那是 有幾個嘉烈的人 進前來碰到一個大人 他們對 尼古江伊撒王說 願望萬歲 王啊 你從這樣子說 反聽見腳 敵 琵琶 各樣樂器 反聽到播歌的人 都當福福敬拜 驚嚇 才會敬拜的 比歷史人在烈火的搖中 但是現在 王啊 你知道嗎 有幾個人 就是你所派 管理巴伯仁師父的 撒德拉米撒伊亞白林格 這幾個猶太人 王啊 這些人不理你 這些人不敬 不施助你那誰 也不敬拜你所意的驚嚇 意思是說 這幾個猶太人 我為父母 你曾抬去他們 讓他們在那裡作怪 但是他們此時此刻 卻破壞社會和諧 他們卻挑戰你的權威 弟兄姐妹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他們不理你 王最怕的是什麼 王最怕就是別人不理你 不理你 他們不在 他們是否理你 說明你還不是他的王 當年輕人在一起談戀愛的時候 同心聊天的時候 渴望秒回你 一秒路就要回你 人最怕就是不理你 他們不理你 不施助你的神 也不敬拜所立的金像 意思是 你的神他們不施分 你立的基於他們不敬拜 在指控中他們搶掉你的神 這表明 受到挑釁的 不僅僅是世俗的王權 還有宗教的忠誠和神所立場 因為古代國家與宗教是一體的 所謂的國家宗教 國家與宗教是綁在一起的 神權政治 政治權盟代表神的權利 王權代表神權 就如中國古代的天子成為皇帝 代表老天爺來治理你們 皇帝就是天子 是上天代言人 他們常常說奉天成運 皇帝 長約 所以神權是王權統治的根基 反抗王權就是反抗神 就是反抗天命 就在動用它統治的基礎 同時殺死反抗的人 那也是上天的旨意 誰敢反抗上天呢 反抗的人只有一個理由 那就是我的神 應該是更大 反抗的人都是要替天行道 所以這是最高層次的反抗 他們不但藐視巴比倫王 也藐視巴比倫的諸神 按照王的命令 反不复复敬拜的 被立時扔在烈荷的窑中 他們應該立時被扔在熊蟲的禍窑當中 但是你看 是故意的嗎 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國歌再為你們奏向一次 若呼呼敬拜無法造得像 卻還可以 若呼敬拜 比立時扔在烈荷的窑中 有何誰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呢 大家注意這句話 它是何人的狂傲 再做一次國歌 王說 有何誰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呢 是的 按照尼布加尼撒娃的經驗 確實沒有神能拯救人脫離他的手 因為他所說的何神都是假神 我們也看到在這裡 尼布加尼撒娃他是神化了自己 他清晰了以色列的神 他有何誰能救你脫離我的手 他的權力比誰的權力還大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過一句話 他說權力是最好的春月 其實和權力何止是春藥呢 權力還是魔力的製判劑 當一個人收過絕對權力之後 他就容易迷失自己的心智 從而覺得自己是無所不能的 巴布林國尼布加尼撒 他就是種了權力的魔力的製判劑 他認為沒有神比他尼布加尼撒娃更大 在古代的戰爭大 不但是比如國家軍隊交戰 也是兩個國家神與神之間的戰爭 王征服了以色列 他就認為他也征服了以色列的神 他認為自己是比以色列的神更有難力 以色列人也可能認為巴布林的主神 是巴布林的主神打敗了耶和華上帝 並且收拾他去敬拜巴布林的神 但是這有三個人 有三個年輕人 撒登拉 尼撒亞和巴布林的神 他們沒有 他們認識 他們真的認識以色列的神 他們清楚知道 巴布林打敗以色列的原因 不是因為耶和華太小 而是因為他們敬拜了一些 不是因為耶和華不信誓 而是因為他們背絕 不是因為耶和華不拯救他們 才落到這個下場 而是因為他們背叛了他們的上帝 我們看這段經歷的高峰 這個三個年輕人怎麼樣回答王 他們尼布加尼撒亞 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 我們敗拜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們說師父的神 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 王啊 祂要給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意思是說 你就是把我們放在烈火的窯中 我們的神能把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拯救出來 激活不燃 激活不燃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神不拯救我們 我們也絕不敬拜你的神 我們也絕不敬拜你的神 這是他們信仰的宣告 從他們的宣告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 對上帝是否把他們從尼布加尼撒亞手中拯救出來 他們有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 但是他們可以確定一件事 救我們 上帝救我們 我們不敬拜你的神 上帝不救我們 我們也不敬拜你的神 弟兄姐妹 而絕不敬拜你的神 激活不燃 這句話太傳神了 這句話太激動人心了 這三位年輕人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神是活神 我們的神是有主權的神 我們的神是利樂的神 我們悖露的原因 是因為敗活不燃 今天即使命喪火揚 因為絕不能再背叛我們的上帝 弟兄姐妹 這是對成功神學的所謂 我再說 信仰上帝 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 你才信他 而信仰他無論做什麼 都是好的 都是對的 這是真信仰 不要怕信仰上帝信得太過頭 永遠不會信得太過頭 只怕你信得不夠過頭 什麼是即便如此呢 什麼是激活不燃呢 激活不燃呢 即便如此 就是上帝會給我們開一條火路 你幫我們扔在火藥當中 上帝會給我們開一條火路 讓我們走出來 激活不燃 激活不燃就是沒有火路 我們在火藥當中放了灰燼 我們也信拜你的神 弟兄姐妹 在教會歷史上 有人經歷了 即便如此 上帝便會拯救我們脫離你的神 也有人實踐了 激活不燃 即使上帝不拯救我們 我們也絕不敬拜你的神 像在中國教會歷史上 王民造先生 李牧聖弟兄 楊欣飛 鄧貝鑫 這些老前輩 他們都經歷了上帝的拯救 他們經歷了上帝 把我們的火藥當中拯救出來 但也有像雲南的王治民牧師 他們實踐了 即使上帝不拯救我們 我們絕不敬拜你的神 他們都用自己的生命 獻證了那永活的上帝 上帝既要我們即便如此的信仰 更要我們激活不燃的信仰 我常常聽人聽人說 這位上帝真理 上帝真的很聽禱告 要誰嗎 上帝跟誰 你不信他還信誰 今天我要說 如果你依了上帝 聽你的禱告你才信他 那不是信仰上帝 那在地上上帝 上帝聽你的禱告你信他 如果上帝不聽你的禱告你還信他嗎 跟戴你的三個朋友 他們要做守約的代謝 上帝說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會敗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無論如何 他們三個人都要對上帝功誠 絕不敬拜巴哈比倫的神 所以看到戴你的三個朋友 在上帝面前忠誠 忠誠 絕對順服上帝的旨意的時候 你會想到誰 你會想到幸運的耶穌 當我們的主耶穌 在克星馬尼亞的掙扎 祂倒過的時候 祂是父王 倘若可行 請你叫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就要照你的意思 主耶穌祂就是那一個完全順服上帝旨意的人 好 那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上帝如何拯救 帶領的三個朋友 所以當時尼布加尼撒王 他就弄起天胸 向沙德拉 彌撒亞本林哥 三個人變了顏色 他被搖說的七倍 然後呢 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 叫那三個人 扔在烈河搖中 由於王道命令的檢基 所以這三個人呢 這些扔他的最壯士最活活的燒死 所以尼布加尼撒王的弄氣 是沒辦法制止的 他下定把火要燒到最熱 所以這個火苗代表要王的弄氣 王要以最快最狠的速度與方式 把他們扔到烈火的腰子 以至於應用王的命令記憶 所以連扔他們的士兵都被活活的燒死 在接下來的經文 你看就轉向了 尼布加尼撒王 在代理書的三章還是四節 所以說那是 尼布加尼撒王驚奇 集邦起來對摩世說 我們捆起來 扔在火裡的不是三個人嗎 他們回答說王道是的 我說看啊 我怎麼看到有四個人 並且沒有天保 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 那四個的面包好像人子 好像神子 大家要知道 王與巴比倫的大臣 他們期待什麼 他們期待這三個人 一旦被扔進去 就要化了這盡 因為就連 扔他們的士兵都被活活的燒死 為何 大家在這裡思考一下 為何只有王看見火遙是四個人 其他人都沒有看到 就是上帝要讓王知道 讓尼布加尼撒王知道 你尼布加尼撒王不是神 巴比倫的諸神不是神 巴比倫的諸神沒有打敗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才是戰無不勝的神 使者與三個人同在 就代表著上帝的同在 我們在這再思考一下 上帝為何 沒有以其他的方式 拯救 沙特拉 尼撒 亞白尼戈 神當然可以從天上降火 將火藥消滅 但是 其他火藥他們同在 上帝也可以在 尼布加尼撒王下地的前一秒鐘 取掉他的性命 但上帝沒有這樣做 而在火藥當中 與他們同在 上帝不用神奇 卻用畏格性的同在 表示上帝 是有情有義的 表示他們的信仰 是可以經歷的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可能會在他們的享樂當中 缺場 為他們同在 但上帝絕對不會在他們 受苦的時候缺場 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 當你享樂的時候 當你吃火鍋的時候 上帝可能會與你同在 但是當你被國寶詢問的時候 上帝一定會與你同在 我要對前天 被約談的弟兄姐妹說 當你被他們約談的時候 主耶穌救你們的同在 雖然說我沒看到 但他們會看到的 所以同在 是上帝給以色列的應許 以色列被讀巴比倫 因為上帝已經離開了他們 但是上帝接著火燕的同在 告訴以色列人 上帝沒有離開他們 上帝接著火燕的同在 也告訴巴比倫王 你不講的是啥 上帝沒有撇起他的百姓 上帝對著三個人的拯救 是日後拯救的記號 這樣就是上帝在碩年之後 會重新把他們代為應許之地 也是預告 向以色列人預告 將來有一位人子 有位是神的人子 要實行更大的拯救 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說 使者對他們在火燕當中行走 你會想到 上帝在伊甸園中行走 你會想到 在他們的會幕當中 上帝在會幕當中行走 你會想到 上帝在聖殿當中 與以色列人同在 火燕 就是那上帝忠心百姓 火燕對上帝忠心的百姓人 這個時刻就是伊甸園 火燕 對於這三個人來說就是會幕 火燕 對他們來說就是聖殿 因為這裡神與他們同在 這是何等奇妙的經濟 以馬內比的上帝 他們經濟到量 就由位格的上帝 跟他們同在 上帝沒有用神器拯救他們 上帝卻說 位格性與他們同在 因為他們在火燕當中經濟火燕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尼布耶穌撒王 承認 撒得拉米撒亞曼尼戈的神 是應當成頌的 撒得拉亞曼尼戈的神 是萬神之神 是戰無不勝的神 他要拆遣使者 救護依靠他的仆人 說他們不准亡民捨去其身 在他們身面前 在他們身以外 不肯侍奉敬拜別神 然後他這樣子說 如果有人羞辱幫助他們的神 也要家破人亡 所以上帝與他們同在 不單是榮耀了他的仆人 也是榮耀了自己的名 上帝以這種方式 你讓他仆人受苦的方式 榮耀他的名 是他仆人的榮耀 這是上帝的一個手段 我們看巴比倫王 剛才還信誓淡淡地說 沒有誰能救你們脫衣國的神 現在他必須承認 撒旦拉 彌撒 亞伯尼哥的神是應當通信的 因為沒有別人能這樣施行政經 但是撒旦拉 彌撒 亞伯尼哥的神 又化上帝 他可以施行這樣的政經 各位弟兄姐妹 尼布加尼莎的神 沒有打敗以色列的神 也不能打敗以色列的神 這個大會不是一個團結的大會 也沒有開成成功的大會 這個大會被三個王國龍給繳房了 究竟是什麼力量 支持那三個貝勒的人 僅以微小的身居 對抗整個帝國的力量 是什麼力量 只有一個 他們相信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正如前一段時間 安基雄寫人篇文章一話說到 歷史上的暴君 都是要我們的靈魂 不是我們的身體 而我們一味地保護自己的身體 結果就出賣掉自己的靈魂 我們一直是用偉物主義的方式 來實踐我們的信仰 所以我們害怕 我們膽怯我們退後 我們敬敗別神 人類在暴君面前的失敗 就是一味地保護自己的身體 結果出賣掉自己的靈魂 暴君總是透過威脅我們的身體 來得到我們的靈魂 勝過他們的方式 就是相信那殺身體 不能殺靈魂 在文革期間 當司令邦說 基督教的聖經已經被放在博物館裡 似乎毛澤東戰勝了耶穌 似乎無神論戰勝了有神論 今天我們要說 毛澤東在哪裡 戰了無神的毛澤東思想在哪裡 還有多少人問盡一句 問盡那一句頂一萬句的紅寶書 但是上帝的聖經 仍然被千千萬萬的人閱讀 主耶穌仍然坐在寶座上揮往 每個主日仍然有不激其中的人 圍繞在他寶座前高唱聖節高雅 各位弟兄姐妹 當夏寶龍前進了這個浙江省 所有教堂的十字架的時候 似乎夏寶龍戰勝了耶穌 尼古加尼撒瓦 尼撒瓦斯大里 毛澤東這些暴君 都已經把自己定在歷史的恥辱度上了 在一世紀的中國人 難道有人要衝刀他的父子嗎 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為什麽祷告 所以上帝拯救他們的方式 拯救代理三個婚姻的方式 使自己進入火搖 對他們認同 這個時候你會想到誰 你會想到耶穌 耶穌他拯救我的方式 進入我們中間 這三位年輕人 從火搖當中被拯救出來 但是在新約聖經當中 當時在苦難的火搖當中 上帝沒有拯救他 沒有與他同在 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痛苦地呼喊 我的神 我的神 我也是幫你請問 弟兄姐妹 當我們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請問 我們的盼望 在哪裏 我們的盼望 是不是上帝曾經拯救 撒旦拉米撒亞白迪格 今天也會拯救我們 我們的盼望 我們的盼望不在於 不在於今天上帝是否拯救我們 我們的盼望是在於 那進入火搖的十字 是上帝沒有拯救他的兒子 上帝若在十字架上 正確的耶穌 你我就沒有希望 今天我們之所以不懼怕身體 與靈魂的火搖 是因為那位十字 已經進入了火搖 這個火搖 就是十字架 耶穌他自己 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承受了地獄的痛苦 並且他已經從十字架 抬動他自己的權杖 打碎列國 如同打碎搖滑的挖器一樣 他已經復活了 他手裡拿到權杖 我再說 巴比倫帝國在哪裡 已經被歷史上所有的避忘 所有的暴君都會被淘汰 今天的強權也要被淘汰 似乎是故作金康 其實是弱不驚風 一塊飛人羞倒出來石頭 打在這巷子半天半夜的腳上 八腳砸碎 於是金銀同天地 都要一同砸得粉碎 成為夏天河場上的康帝 被風吹散無路可遂 打碎這巷子就變成做大山 充滿天下 當那獵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 比另地國永不敗壞 這國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弟兄弟 我們的主他已經得了神 今天我們絕不敬拜 祂所聽的經驗 我們絕不敬拜祂的神 我們讓祂的大會 不會開成一個成功的大會 和一個團結的大會 感謝祖前面祈禱 主啊 祂是萬神之神 主啊 祂是萬祖之祖 主啊 祂是那戰無不勝的 主啊 這個世界和帝國 無論在人家看 多麼的強大 多麼的堅固可負 但是我的祖 祂是那復活的時候 你要砸碎這半鐵半夜的腳上 把祂砸碎 主啊 祂這塊石要充滿天下 變成做大山充滿天下 主啊 我們的上帝 祂就是我們的國祖 我們在那裏便平靜安穩 願的話 來堅固我們 激勵我們 主讓我們在這個時代 繼續堅持我們的信仰 主 讓我們能夠經歷到祂的同在 現在經歷到 祂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祂是那一位 又輕又欲的上帝 對我們同在 我們這樣祷告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們 今天早安 這位 icylam 大家 我去找那個 我去把動物 超重的 我能夠 成属 的